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宁波国具赛车场 今天我们来体验的一款是 豪华纯电轿跑SUV 就是我身边的这款吉星4 今天既然我们来到赛车场 就是一定会是下赛道体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数据 它的车分为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 那么双电机 它前后的电机加起来的功率 已经达到了400千瓦 而它的最大扭矩达到686牛米 而它的零百加速度 达到了惊人的3.8秒 听听这个数据 你是不是就很迫不及待地下赛道呢 那就让我们去试一下吧 新卡纳赛道呢 包括了这个蛇行绕装 迷路测试 刹车还有电波路段 整体下来给我的感觉 是这个车辆非常的整 这就是要体现它的这个扭转刚度了 就是这款吉星4呢 它是在这个浩瀚平台架构下的 延伸的这么一款车嘛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纯电的优势 其实也是在这上面 它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无限的延展 然后有提高它的这个扭转刚度 它的扭转刚度已经达到了40500 它这个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就是你知道吗 劳斯莱斯幻影就是这种扭转刚度 它给我们带来一个好处就是 会持整个车辆 无论是在驾驶还是它的舒适程度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提升 然后让人感觉这个车辆就是 这种人车合一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我们再来谈谈它这个悬架 它这个悬架呢 就采用了前Mapshin后多连稿的这种 特别要提到它这个简震 它这个简震做的是调教的非常的细腻 它这个简震器呢 是采用了第二代财福的内置电磁阀 CDC的连续可变阻尼的简震器 它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它是内置的这种 内置的它这种装置呢 就跟外置的不太一样 它内置呢就不会有这种 在底盘这方面这种大结构的这种调整 它就会让那个车身 还保持它本身的这种设计的这种感觉 第二点呢 就是它这个调节的这个细腻程度 是非常的细致的 它大概是每两毫秒的时间 它就会自动来测算一下 你的驾驶状态 然后根据你的驾驶状态 来自动的来调整 它整个车身的这种一种状态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在这个极限加速的时候 你就会能感觉到 它从静止到加速 包括它整个过程的这种变化 它整个悬架调教的 就是不会让你给你一种 就是突然一下的那种特别突兀的感觉 而是比较线性的变化 让你就是一下子感觉到 你是在车辆是在跟随你的这个脚下的动作 然后跟随着你的整个车的节奏 然后一起在一起在前进 一起在加速 就是没有那种特别突兀的感觉 我觉得这点做的特别好 就让你在整个驾驶的过程 不管你是在这金卡纳的这种过小弯呀 或者是在这个刹车 然后包括你提速的时候 会让你真的就是有种 确实人车合一吧 我觉得是有这种体验的 刚从赛道下来 还是很难掩心中的这种幸福 我觉得在赛道开车呢 除了一个爽子之外呢 它是确实是最能够体验 这款车的这个极限操控的 这种一个极致的一个表现 首先呢 我就是对它这个随心而动的 这种底盘调校表现 感觉到非常的惊喜 就是无论是你在加速 还是在你过弯的时候 你就觉得整个车身就整体非常肿 然后它这个侧倾抑制的也比较好 它的包括它的这个跟随性啊 它的循迹性也保持得非常良好 就是让人感觉到一种 很高级的感觉 很稳 就是在你每个过弯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信心十足 然后第二点呢 我是觉得就是 为什么能说明这个 在过弯的弯道驾驶 这款车的时候 就是让你能感受到 更极限的这种乐趣呢 其实就是它其实跟这个 技职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这款极星4 它的这个技职呢 已经达到了1.49 你知道吗 没看的也就是0.93的这种表现 所以呢 就是说 在弯道的表现 快是一定的 但是怎么能让你更有信心的 让这种车的姿态表现得更稳 这才是这个体盘调教的这种 还有包括你这种技术背景的这种 身后底蕴才能够表现出来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我要聊聊它这个轮胎 极星4呢 它的轮胎比较特殊啊 它是专门跟贝奈利联合开发定制的 这种专属轮胎 那它是来自贝奈利的 P0的PZ5这种轮胎 那么它会是有一种专属配方 然后包括它这些用料呀 材质的选择呀 包括它这个轮胎里头的一些 细微的一种调教 然后来研发而来的 所以呢 就是这款车的轮胎非常给力 它的抓地性啊 包括它的这个 整体的这种稳定性啊 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它的轮胎是26540 22英寸的这种尺寸 265呢 就比较这个比较宽嘛 然后抓地力会更好 然后更稳稳地在各种过弯的时候 会更稳稳地抓住这种地面的感觉 然后让驾驶更有乐趣 总之呢 快的车很多 但是能够让你快的车很少 不过吉星4就是其中一款 它34.98万元的起步价 加上它极致简约的高级设计感 再加上它3.8秒破百的加速度 它值得你拥有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